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飞行的過程中都很順利 但是就在飛最後一段的時候 我眼前的畫面突然定格反黑 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那個畫面 當下我下意識的油門往上拉 試圖去救回我失去的突船 但過程大約過了3秒 眼前的畫面還是沒有恢復 接著就聽到遠方傳來飛機的慘叫聲 對 就是這個聲音 非常貼切 唉 人在江湖飛 哪有不佳基 於是我們當下就立刻聯繫了空拍機救援隊請求協助 教練也很迅速的詢問我們狀況 並約了時間前來救援 你這件找到的其實應該不是很高 因為上次那件有坐標跟影像 它旁邊就是殺死地 所以我們很確定它是在沒有草的地方 現在教練準備要進行第一次的垂降收救 這件目測大概有多高啊 兩百多 兩百多米 因為上次我從正面下去懸崖那邊大概三十三十五米 抓整個目視全場的距離應該有兩百 兩百多 超高 有刺的植物那些 想辦法啊 有刺的植物啊 現在教練呢 他把繩索 把它綁在這個 石墩上 因為這個石墩裡面它是有 是有鋼筋的 所以相對的也比較安全 但是 教練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他原本都是在做一些 修繕樹木的工作 那可能用一條而已 但是像這種比較危險比較高難度的地方 可能就要用上兩條確保安全性的部分 希望教練能夠 實獲我心愛的穿越機跟我的GoPro使 好我現在教練身上掛滿了 我看不懂的器材 就是確保器材啊 讓我放手的時候至少是不會掉下去的 我受力的時候它就會咬出來 我可以騰出雙手來做事情 安全還是最重要的 無懼那種高啦 會怕啦 會怕的人玩得比較久 哈哈哈哈 不會怕的人就是 職業壽命很短 喔那反而更衝 對啊 學而技術之後會怕是好事啊 延時的地方 喔不要讓它割它那個線 因為繩子平常強度是很夠 就是它 可以拉到3000公斤沒有問題 但是 它只要受力之後在延時的地方摩擦 很快就會斷掉 那它這個是不是跟閃繩一樣 它裡面其實還是有很多芯 對 它裡面還有好幾股 認證測試至少都大概3000公斤吧 它有一層繩皮先保護 結果還是 風險太高了 風險太高 當起因為太危險 剛剛教練下去的時候遇到虎頭風 背上被釘了一包 手臂也被釘了一包 因為竹巢季會有巡邏風 這樣來說現在應該還沒有到竹巢季 還不會有那種很大球的出現 很大球的大概在7月到11月 所以7到11月 我們通常就這種地形我們就完全就不接 太危險 對 遇到那個根本 根本沒有辦法跑 沒有沒有辦法跑 繩子又沒有直接放到最下面 要下去也沒辦法 要上來也很慢 地形不好處理 不好處理 我現在站這個平面 然後下面的樹啊 距離這個平面或是說這個斜坡面 樹都比我還要高 對 因為你的機子一定是掉在樹 一定是樹上 外圍 掉在裡面 對 它應該穿不進去 因為它那個很密 我的視線就大概只能看到旁邊四五公尺的地方 再更高出去的樹我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對 所以變成要一條一條沼 然後加上那個樹下面全部都是藤蔓 我要把藤蔓慢慢起到 所以才有辦法往前一點點 這個再掉下去也是大概就掉在這種上面而已 不可能穿下去 不可能再往下 非常的密就對了 對 我大概可以依植物判斷大概在哪裡 植物喔 我有影像 就是可以左右找不找得到 因為GPS還是會有誤差啦 嗯 有一次台中也是 誤差大概十幾公尺 但是那時候它的葉子就是 真葉鑽的 那時候附近都是闊葉樹 前東啊 或是樟樹之類的 那邊唯一真葉的就是 相思樹 所以那時候我就鎖定那個區域的相思樹 後來就有看到 就是有影像會差蠻多的 這個就算第二難的 因為我們正常都還是 以爬樹的為主 爬樹的都相對簡單啦 木的那個 粗壯度啊 或是健康度 對 會比較了解 我們知道它可以承受多少強度 所以那種是可以的 樹木只要是火的基本上都沒有問題啦 我以為那邊很高都沒有辦法 它那邊好像有一條小路 然後它就是往那個上面開一點點 就可以到達那個山坡地下面的路 鑽上去大概十分鐘 所以那台是有救援道的 對那個是可以到的 所以如果我的穿越機上面有綁一個 就是類似AirTag那種 它會發出聲音 沒有 它會發出聲音啊 很小聲 很小聲 喔 我覺得如果有東西可以保持電力啊 讓它晚上的時候可以閃光 或是聲音 喔聲音 我覺得都有差 對有一個裝置是你斷電多久之後 你沒有再重新啟動 它就會逼到它沒電為止 因為我覺得 機車很奇怪 它應該可以設計就是電力保留啊 就是我可以遙控關機 讓它裡面維持 緊存可以 這種的電力 啟動微弱的燈 對然後等到有人來救的時候 它就開啟風鳴器或是 閃光 這樣子就很好找 至少可以聽大概在哪個位置 對啊 他們還沒有出非丟走私的時候 即使不用找回來的這個保險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救了 然後那時候出這個保險的時候 我們想完蛋 如果他們的價格比我們救也還要低 那我們應該就沒得救 我們就不用救了 就給他們去賠就好了 不然他們價格還是比我們高 那這樣教練你有建議就是 玩家玩空拍機 他第一時間 不小心失事了 他要先做什麼動作 坐標接下來 然後最後影像 然後鏡頭如果還能動 就動一動多拍一些影像跟 畫面 先不要急著停止錄影 對對對 就算看不到機子如果發出聲音 可以到他的附近做個記號啦 因為通常機組都沒有時間跟過來 有幾次就是卡在樹上 他就很確定卡在哪個樹 他就開風鳴器下去 他說這附近然後他就翻一個寶特瓶做記號這樣 這樣子就會比較寬 失事的當下 其實機組只要把這些資料給 紀錄完全 他就可以不用在當下一直等 就把這些資料給你們 讓你們去做判定評估這樣子 難找就是 飛到電池噴掉的 或是飛到沒電的 那你是 GPS的空拍機 但是你沒電的時候就沒有衛星了 所以他最後的點其實就是他沒有電的時候 他從高空中在以慣性跟距離去 大概又飛了多遠不知道 喔對 他不是垂直掉下來 對 他是用拋物線的下來 對他本來就有一個速度在 那個就會很難找 這個太危險了 對啊 就是他們 後來有些 價格太低他們就不救 這個啊 就依我上次 消防隊那個朋友他的 想法就是說 這個地形啊 你要不是真的有人在那邊受困 就是你叫我去救我才不要 喔 就是風險太高了 風險太高了 他覺得有時候為了空拍機 去這種地形不太值得 就覺得 錢可以解決的事情 就 讓他去吧 對 就是有些地形真的太危險 雖然飛機 尋無所獲 但沒關係 也算是 學到了一些經驗 在收舊的過程中 教練 真的是很辛苦 頂著大太陽 還不小心被虎頭峰 釘了兩包 攀岩在近200米的斷崖上 每一步的防護措施 都不能馬虎 否則一步流程 就會跌落 萬丈深淵 這絕對是一份需要經驗 技術 和專業的耐力活 在這邊還是跟大家提到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小心將穿越機 還是空拍機丟失了 尤其像在這種險峻的地形 千萬不要貿然的自行 冒險巡機 這是相當危險的事 倘若是空拍機的玩家 如果有一天 你也不小心 將飛機丟失了 請記得在飛機丟失的當下 一定要保留好你的 GPS 坐標訊息 假設你的飛機當下 還能錄影 請記得 不要停止錄影喔 並試著讓你的鏡頭 上下移動 獲取更多周遭的樣貌 好讓搜救人員 辨別方位 則會使得搜救過程 更加順利 那在這邊 也要建議玩穿越機的朋友 在每一次飛行前 按下 眼鏡內陸的這個動作 可不能省 因為大多玩穿越機的玩家 並不會裝上 GPS 所以在炸機的同時 只能依靠迴放畫面 來循跡 另外也可以將你的穿越機 裝上風鳴器 或者是 裝上 斷電風鳴器 這樣不只能夠透過畫面來循跡 多了風鳴器的聲音 這也能夠讓循跡的過程 縮小 收救的時間 最後還是感謝林教練 特地從彰化南下救援 咱們在這邊放上空拍機 救援隊的FB 希望大家 用不到 但萬一真的遇到了 他們 會是你唯一的救星 今天的單元 分享給各位 我的穿越機 跟Heroes 啊 掰掰